第三天的大碗各秀 全地买用作合逢业实现场 建设社区和合逢一间的交通 台北新称在当文化局下作业维主管 来开办和合成而作投业课程 建设是在今年参加全国創意 先受投业比赛当中来得到得有奖 除了希望可以借出来攻却合成的人文气质 也等到合逢的成果上班业续业续合逢 稍微凹槽,你要组点颜色才会比较漂亮 收尾有人真的合逢的 在老师的耐心积德之下 一步一步来完成作品 其实后来合逢的合逢的开始合逢的时尊 都是由最基本简单的作品开始联系 不过到今晚已经可以随着老师的积德 组组出自己的心目当中 任何无忧以及作品的作品 自由创作 玩桃土可以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做出来 然后很好玩,然后很有趣 我有参加比赛 我做的作品是珠宝盒 我们小朋友刚从一年级进来到我们大安国小的时候 那我们的桃义课之前一个月的课程 就是会从最基本的先搓圆然后搓水滴 然后就是搓长条先练习 那练习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才会让小朋友去做一些比较基本基础的作品 因为桃土其实要做一个比较大 然后比较完整的作品不是那么的容易 第三点大温高效 推动核心核心核心股票股票股定 已经有几年时间 核心除了路二路相处以外 今年参加全国冲疫 生股度的经济当中 这件作品都有五件日算 我学了四年的陶艺 做了四年把一些作品送去银歌 以前都没有得奖 但是这一次又入学 那舞会就是希望小朋友从做中 能够去把创意 以及他的内心的想法 用陶艺的作品来呈现出来 那这几年我们已经都指导学生参加 银歌陶子博物馆的创意生效比赛 已经有连续五年入选 那今年送了七件到银歌区比赛 已经有五件进入负评 透过岛的纠合 让下心发育组合創意 发展都要下心 刚才希望可以让下心 有没有更快的制约技术 方向下心的任务起势 也能够用美甘教育 后应在生活当中 充满的顺利美的气氛 感受就快乐到幸福 期待就算参加报道